永夜星河播出以来 剧粉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支持 许多剧粉认为这部剧的节奏紧凑 背景介绍巧妙 角色塑造生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于书欣和丁雨昕的表现受到了广泛好评 于书欣扮演的林妙妙活泼可爱 丁雨昕则凭借出色的表演赢得了剧粉的喜爱 剧粉们纷纷表示 永夜星河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剧 甚至有网友自发推荐给周围的朋友 除了对剧集本身的喜爱 剧粉们还积极参与各种与剧集相关的活动 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社区力量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频繁互动 分享观看体验核心的 互相交流剧集中的精彩片段 一些剧粉还主动参与到剧集的推广活动中 如豆瓣评分 微博话题讨论等 展现出极高的忠诚度和热情 特别是在丁雨昕亲自策划并出资拍摄的 母声小剧场中 剧粉们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支持 永夜星河的剧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观众群体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他们的活跃度和忠诚度吸引了大量非粉丝观众的关注 使得剧集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广泛的曝光和讨论 剧粉们的积极维护和传播 进一步提升了剧集的知名度和口碑 这种现象不仅有助于剧集的推广 也为种各影视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尽管目前永夜星河备受好评 但剧粉们对未来剧情的发展仍有一些担忧 部分剧粉担心未来可能会出现不符合预期的情节 尤其是在处理敏感问题时 如剧中可能出现的强制爱情节 这些担忧反映了剧粉对剧集质量的高度关注 和对角色命运的深切关心 内娱的高人气小花的剧同步播出 在剧情 演技 颜值等方面都进行了鲜明的对比 不知道有没有姐妹正在同步追 你们更该听哪个呢 一 剧情和角色 朱连玉木和朴采珠奴端武力经万难逃出珠场 加入烟饰商队后的一系列复仇与成长 赵露丝饰端武后改名苏木哲 表现了他从落小到坚强的转变 演技有较大突破 刘宇宁饰演燕子精 展现了夫黑男的复杂性格 永夜星河改编自小说黑莲花攻略手册 鬼马少女云妙妙一外绑定系统 穿越到小说世界玩成攻略任务 化解人妖两足恩怨 于书新饰演林妙妙 性格灵动可爱 演技自然 丁宇熙饰演沐生 一个偏执并交的角色 二 朱连玉木 剧数据显示 该剧的全网正片播放量已经超过三一次 单日热度曾突破九千 成为当年最快热度破万的剧集之一 不仅如此 该剧还登录了Netflix平台 吸引了众多海外观众的目光 不过在剧情上和演技上 也惹起了一些观众热议 有网友评问 朱连玉木也太好看了吧 茶安线复仇线与感情线齐飞 这种多线交织的剧情 设置无疑提升了剧集的观赏性 对于赵露丝的演技 大家也是一见不一 很多人之前前段时间的疑似整龙风波 对他好感度下降 但是在剧中的颜值还是很不错的 赵露丝和刘雨宁是二大了 之前长歌行李扮演的是冷面 是为何白兔公主 就让我磕生磕死 现在二大了 也引起了很多姐妹的期待 在我看来 燕子精和浩都在对待爱情的方式上 有很大的差异 浩度的性格特点是隐忍和克制 他的爱依总是默默地守护对方 很少会有直接的表现 相比之下 燕子精则更加主动和开放 他对段五的爱 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给予 比如送短件 教习防申术 还体现在精神上的支持 鼓励当五学习珠宝知识 提升自己的能力 燕子精认为真正的爱是教会 对方独立和坚强 而不是单纯的保护 三 永夜星河 首播当天便登上猫眼聚集热度 总榜榜首 播放量达3070万 随后几天持续领跑各类榜单 包括腾讯视频站内 热度突破28000 酷云网播数据和猫眼聚集热度 有效播放双榜第一 林妙妙的可爱于于书欣的演技 于书欣在剧中饰演的林妙妙 以其可爱的性格和灵动的表演 赢得了观众的心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 妙妙真的太可爱了 于书欣的林妙妙简直是萌物一枚 观众对林妙妙的喜爱 不仅仅因为她可爱 还有她在面对困难时的勇敢和智慧 视觉呈现于场景设计 除了精彩的剧情和演员表现 永夜星河在视觉呈现方面 也下了很大功夫 特别是在一些关键场景中 如花灯节的庆祝场面 画面精美细腻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网友赞叹 每一帧都能结图当壁纸 总体来说 大多数观众对永夜星河持肯定态度 期待后续剧情的发展 一位热心网友留言 每天一集根本不够看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四 女性成长与感悟 一 坚韧与勇敢 朱连玉木李端午作为采朱奴 生活艰辛且毫无尊严可言 但她从未放弃对自由的渴望 端午在成长过程中 逐渐意识到女性应自立自强 不应被他人所束缚 二 自立自强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了经济独立和自我价值 成为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性 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困境 都要勇敢地站出来 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和未来 三 互助精神 剧中不仅展现了端午个人的成长 还描绘了月云秀 崔十九等女性角色的复杂背景和人生经历 这些女性角色共同展现了 女性在不同社会角色中的挣扎与成长 以及女性情感价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原本以为永夜星河和朱连玉木上线后 会是两位大咖之间的巅峰对决 但现在看来 永夜星河似乎已经在起跑线上就稳稳站了风头 最近看了最新的剧情更新 发现永夜星河不仅节奏嗖嗖的快 女主穿越书中还得完成游戏任务 真是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设定 这种设定对观众来说 简直是个巨大的吸引力 朱连玉木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上 可谓是书的一塌糊涂 女主角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悲惨 但实际上简直是走上了开挂人生 这样拥有光环加持的角色 让观众很难产生那种共鸣感 仿佛她永远在悬浮云端 跟我们这些凡人毫无交集 尽管永夜星河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作品 但她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比如说女主角于书欣 她的角色设定和故事情节非常契合 可在气质和形象上 似乎有点没有大女主的风范 在之前的剧情中 女配角和主角之间的对戏可谓是火花四溅 连那些短暂亮相的丫鬟们 都能让于书欣感到压力山大 真是难得的亮眼配角 首先皮肤白皙 容貌出众 身子优雅 简直就是个小淑女的丫鬟 气质堪比大家闺秀 在剧里 于书欣身边总有一个小跟班 小碗游送朝一般演 虽然她的造型一直没法搞出什么特别的变化 但那张高颜值的脸可真是 无时无刻不再抓住观众的眼球啊 那张脸还保留着些许婴儿肥 水润的恨不得用手指捏一捏 一对明亮无辜的眼睛里 流露着一丝青涩和探索的神情 仿佛这个世界对她来说仍然是一个大大的未知 这张脸的五官真是个宝 个性十足 绝不是那种一眼就能忘掉的普通面孔 小碗的体态可真是一绝 端庄的像个模特 走起路来腰板挺得就像插上了翅膀 散发着大家闺秀的优雅气息 简直就是风华绝代 毫不逊色于女主角 除了服装和道具 没把女主角装扮得那么光鲜夺目之外 其他方面可是一点都不逊色哦 从演技层面来说 小碗的表现真是让人感同身受 仿佛每一种情感都能精准地展现在她的脸上 简直就是个情绪小达人 就像碰到以前霸道的小姐 如今已经改过自新的那种 虽然她现阶段的脾气没有那么火爆 小碗在她面前还是特别谨慎 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引来什么麻烦 看到这位小姐自眉善目 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 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可思议 仿佛刚刚从一场梦中醒来 小碗心里明白 小姐之所以变成这样 全是因为被那只狐妖给附身了 当小姐一脸无辜地说自己没事时 小碗的眼神里却流露出浓浓的担心 简直像一只紧张的小猫咪 生怕小姐会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得不说宋昭义这个演员可能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并不是特别高 但她的形象和演技却一点也不逊色 从她的社交平台分享的剧组照片来看 跟剧中的角色没啥区别 不是那种丫鬟和小姐在一起 总是显得网红和明星差距大的那类 可以看出宋昭义的颜值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除了《永夜星》和这部剧 宋昭义还参与了许多其他的网络剧 只要她一换上那套花莉莉的服装立马就能摇身一遍 成了高贵的名门小姐 简直就是贵族气质的代言人 她的容貌原本就很柔和 而那双眼睛中透出一股不甘示弱的坚定 穿上古装后 简直像是走出了画卷的古人 在《永夜星河》中 一个女配角竟然被选来演丫鬟 这下可好 于舒心被迫扛起女主的重任 可想而知 尽管于舒心在服装和道具上很下功夫 依然难逃被烟压的命运 在剧中短暂亮相的另一个小丫鬟画意 虽然只出现了几秒 却也传递出了女主的魅力 从宋昭一发的合照中 我们可以看到 扮演画意的小姑娘既可爱又有特点 眼淡比于舒心还要娇小 真是各不容小觑的角色 《永夜星河》让我们意识到 做丫鬟的话 还是别选那些太过亮眼的角色 免得女主角没法出风头 而且 像这部剧李主角和配角的 颜值天平严重失衡的国产剧 其实还真不是个例 写 分析